現在要叫我婉公主了 1月29日 婉琴丹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被菲律賓政府拆封為公主 不少吃瓜網友震驚 沒想到婉琴丹居然能在60多歲時再迎高峰 雖然只是一個虛名 但婉琴丹喜悅之情日於言表 還直言回家要讓老公下季拜見 從風華絕代寫留者到如今身份貴重婉公主 婉琴丹的演藝人生可謂是高潮不斷 但是鮮有人知的事 他和僵詩到場林鄭英有過一段黑骨明心的戀情 然而曾在林鄭英葬禮上揚言終生不嫁的他 卻在2004年與玻璃大王黃乃陽起的年齡 婉琴丹究竟有著怎樣的感情狗角 如今年過六場的他過得還好嗎 1982年婉琴丹機緣巧合下 進入了婉琴訓練班 19歲的婉琴丹五官精致 簾形小巧 能被婉琴選中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對於婉琴丹來說 他的甚是並不再成為優秀的演員賞面 留在婉琴僅僅是因為有身水可拿 年輕貌美的婉琴丹即使是在訓練班 身邊的追求者也是多度數不過來 最終他選擇了同在亞視訓練班的有錢公子哥 兩個人一談就是六年 婉琴丹也打算和男友結婚 然而這尾好幻想很快被激得粉碎 婉琴丹為了給男友一個驚喜 故意沒告訴男友自己要回去的消息 等到他回家的時候 居然看見男友和另一個女人舉似親密 婉琴丹頓時伙舞三丈 艾然決然地獄這個渣男分手 感情上慘足背叛婉婉琴丹的演藝事業也是岌岌可捱 公司根據他的形象讓他走的是清純玉女路線 但是這個賽道實在是太勇齋了 加上婉琴丹演技不好 他逐漸被公司邊緣化 名氣不大的他 在劇組也經常遭受冷眼 被導演馬仕嘗試 甚至就連小小的化妝師也不給婉琴丹好臉色 婉琴丹好心提醒化妝師 這個髮型好象有點不接氣 沒想到化妝師直接將梳子拍在桌子上 當着化妝室所有人的面露式婉琴丹 什麼接氣不接氣你自己說吧 說吧化妝師粉然離去 受了戲的婉琴丹向公司反映者捨 卻又得知另一惡號 他的合約即將到期 而公司也不會與他續約 婉琴丹感覺到了危機 一改往日對演戲的輕浮態度 在電影《十兄弟女》更是打起了十二份的精神 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戲份不多的醜角 卻讓婉琴丹獲得了觀眾的喜愛 他不僅和阿士成功續約 還得到了周星馳的賞識 1993年 婉琴丹出現了唐伯虎點秋香中 洗流者一個 他在這裏面可以說是醜出新天際 不僅裝作伴醜 周年表情也是誇張雷人 周星馳也評價婉琴丹 你真是給我還會搶戲呀 洗流者將婉琴丹推上事業巔峰 他成了港圈供應的黃金配角 從此氣躍不斷 在事業和撥發展的同時 婉琴丹遇見了 哪個讓他一生都難以忘記的男人 1995年 婉琴丹在僵詩先生劇組 認識了林靜英 林靜英為人古板不苟言笑 一般人都不敢輕易接近 但是 婉琴丹卻非常欣賞這個做事認真的男人 他性格大大咧咧 經常在劇組鬥林靜英 林靜英被婉琴丹大11歲 在他看來婉琴丹就是一個 豁燥的小姑娘 婉琴丹沒有被 林靜英的冷戀嚇到 反而是與錯與勇 在劇組無視 周圍穿林靜英轉 其實在長久的相處中 林靜英早已對熱情的婉琴丹心動 只是自己一個戴著孩子的中年男人 那配得上年輕貌美的婉琴丹呢? 婉琴丹當然知道林靜英不畏所動的原因 他不僅愛護林靜英的兩個孩子 還主動表明自己的心意 林靜英心中早已破滅的愛情火焰 重新被熱情如火的婉琴丹點言 在僵師到場中 敏氣一直用看身的林靜英居然親自上場 與婉琴丹飾演的中軍激情一敏 拍戲結束後 兩人的感情迅速升溫 婉琴丹為了和林靜英在一起 還得意搬到了西貢 兩人同居的生活十分美好 一起買菜一起逛街 可惜好境不長 林靜英向婉琴丹提出分手 他拉黑了婉琴丹的所有聯繫方式 消失得無影無蹤 婉琴丹也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他想找林靜英問過清楚 卻連個人影都走不到 慘遭分手的婉琴丹 狗狗不能忘記 與林靜英在一起的點點的的 一天夜裡 他還夢見了 林靜英給自己發內短訊 我要走了 照顧好自己 也許這個夢 正是林靜英對婉琴丹的告別 1997年 林靜英因肝癌去世 得知消息的婉琴丹 前一秒還在鏡頭裡搞怪大笑 下一秒就心痛的崩潰大哭 當他匆忙趕到現場時 紅金寶帶發脾氣 你是他女朋友 為什麼到現在才來 婉琴丹看視黃流 林靜英從來沒跟自己說過這件事 如果他當初知道是因為這個原因分手的 說什麼都不會離開 然而現在說什麼都於事無補 婉琴丹以未亡人身份 參加林靜英葬禮 並為其首齡 事後得知林靜英將千萬遺產留給了自己 婉琴丹更是哭得一不成性 她將這些遺產轉移到林靜英孩子名下 並對兩個孩子關愛有加 然而私人已誓 婉琴丹卻始終沒能走出來 傷心不疑的他 甚至說自己終生都不會再嫁 但是時間是個神奇的東西 他終會撫平人們內心的傷痕 眼看婉琴丹這幾年感情上一片空白 他的朋友作不住了 我有兩個不錯的朋友介紹你認識下吧 而這兩個朋友中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有名的富商黃乃洋 黃乃洋對婉琴丹一見忠情 展開了猛烈的追求 婉琴丹雖然同意了黃乃洋的追求 但是一直沒有對外公開兩人的關係 甚至就連婉琴丹的母親 都是在報紙上才得知女兒在2004年結婚的消息 為什麼結婚了卻連自己的親人都不通知呢 因為婉琴丹自己對結婚就滿不在乎 他曾在節目中透露 當初就是隨便找一個人嫁了 對婚姻充滿懷疑的婉琴丹 結婚時就已經開始想離婚的事了 結婚後他也確實是朝這個方向發展的 只要有一點小事不滿意 婉琴丹會立馬要求離婚 黃乃洋是個浪漫的人 有時會與別的女性走在一起 婉琴丹知道後 隨手拿起手邊的鬧鐘就向黃乃洋襲去 黃乃洋被襲得眼霧金星也沒有說什麼 反而是婉琴丹強烈要求離婚 離婚這件事被各自了 但是兩人簽署了份居協議 然而這段看起來要走向破裂的婚姻 卻迎來了轉折 婉琴丹的母親腿腳不方便爬樓梯 他就準備將母親接過來住 當時婉琴丹給了黃乃洋兩個選擇 要摩你搬出去住 要摩再買一套和我還友母親一起住 黃乃洋選擇了後者 然而就是他的這次選擇 讓婉琴丹改變了自己一直以來的看法 他發現黃乃洋和自己母親的關係特別好 婉琴丹的車壞了母親毫無表示 但是黃乃洋的車壞了母親卻心痛不疑 嗨!這下女婿不能帶著我出去玩了 黃乃洋會陪穿母娘喝茶打牌 黃會帶著人出去逛街 婉琴丹父親生病時 也是黃乃洋望著招呼醫生準備住院手續 以前的婉琴丹忍受不了一點缺點 但是現在他卻看到了黃乃洋身上的優點 婉琴丹開始反思自己的錯誤 收斂自己的暴躁脾氣 原本要離婚的他們反而成了一對恩愛夫妻 為了事業 婉琴丹還提出丁黑的想法 對此黃乃洋沒有一句抱怨 當慢慢淡出螢幕的婉琴丹想要自己做生意時 黃乃洋也是鼎力支持 婉琴丹不僅進軍餐飲業 在內地開上百家店 現在還追潮流做起了直播大貨 據悉 婉琴丹女士的婦商勞工自家族企業成功上市後 身份地位大幅上升 成為了華夏乃至全球富豪榜的上客 這一次他光榮地收到了 菲律賓政府頒發的特殊榮譽 被收予了拿督的封號 這個封號源於東南亞的貴族傳統 代表著戰績輝煌、公分卓越的象徵 婉琴丹女士也因為與婦商勞工的婚姻關係 除此身份性格成為了拿督夫人 這次婉琴丹女士被菲律賓封為公主 除了憑借其卓越的商業成就和社會影響例外 也將演了菲律賓政府對於華夏乃商家族的高度認可和從事 可以說這對夫妻倆的光環雙雙閃耀 引起了各界的觸目和關注 據悉 這次菲律賓宮廷姆會是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社交盛會之一 以華麗的舞會禮儀和精彩的文化表演而聞名 來自世界各地的權貴、名流、商界精英齊聚一堂 盡顯華貴與魅力 婉琴丹女士在這場舞會上身穿華麗的禮服出席 優雅端莊的氣質吸引了眾多媒體和眼球的關注 她猶如一個真正的公主般高貴迷人 菲律賓國王讚揚她為大家帶來的華夏文化光輝 並將其風為菲律賓公主 這也讓人們對於兩國友好合作充滿期待 然而婉琴丹女士的成功絕非偶然 多年來她憑借著不懈的努力和智慧 在商業領域創下了輝煌的業績 作為一位女性企業家 她用自己的實力和智慧證明了女性在商界同樣能夠發光發熱 如今61歲的她 適便被菲律賓政府策封為公主也不忘提一下老公 我做了公主她就是拿督了 回許讓她給我下跪成安 肖無聲色忠受恩愛 這幸福狀態真是煽殺旁人 沒想到迎賓上給觀眾帶來無限歡樂的寫留者 感情上卻是經歷了不兆波折 好在她最後走到了自己的幸福 相信在天有靈的英叔也會倍感恩惠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有機會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